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東風衛視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歡迎志正 金老闆好 大家好 今天這種畫面 腳板 我們是不是真的很難得有這麼 這種顏值真的是爆表耶 不行耶 我的直覺 就是比金城武還帥 不敢當 你不覺得嗎 天啊 說得好 而且一個男生要留一點鬍子 我跟你講留鬍子這裡面又有學問 對 你如果沒有那個天分 你留的鬍子不好看 有人看起來髒 有人留著看起來會髒對不對 對 可是他看起來是健康陽光 是好看的 是 我是滿幸運的啦 滿幸運的 剛好有這個繞篩 是 而且充滿了那種男性的魅力 謝謝 真的 女生站在旁邊 就心跳會加速耶 我要試一下 因為這邊有現場有兩位男士 都是小臉的 都是年輕的 一個有留鬍子 一個沒有留鬍子 一個是乾淨的 你看 兩個就長得不太一樣 一個是成熟的男人 然後一個就是 什麼意思啊 感覺現在那個叢林裡面 那個很荒香的小白兔這樣 不一樣的感覺 你要講到 講到這個鬍子 是 我們就要先講一下 你看 我們現在有時候看大陸的 宮廷劇對不對 什麼皇帝啦 王爺啦 什麼都沒鬍子 其實那是錯的 因為按照中國人的習俗 就是你籍貫的時候 籍貫就十八歲 十八歲你就是 就是鬍子就不能刮了 真的啊 不能刮鬍子 但是在清朝 因為他要制法 所以他剃頭髮 可是絕不刮鬍子 因為中國人講到說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不可水傷啊 所以說二十幾歲 大概就是留鬍子了 這是一定要留鬍子的 你看那個電視劇好奇怪 你看個個都好像太監 你知道嗎 沒有鬍子 還說戲就亂言就對了 當然亂言 但是說真的 因為之前前一陣子 有一部戲 我知道大家 開始對你的熟悉度 就大提升 我知道那部戲的迴響 其實還不錯 然後也發現 其實不只長得帥 演技也很好 謝謝 但是我覺得其實他 私底下是一個 很有禮貌的大男生 然後他對寶物呢 很有意思喔 他知道大群寶家這個節目 可不是我們特別特別特別 把他找來 而且他自己好想知道一些 家人留下來的 對 親戚留下來的 還有他自己去拍戲買的 對 他是真心想知道 真心想研究 是忠實觀眾 現在 很特別 現在我們全國 所有的電視節目 就咱們這個節目 那是唯一 那就是唯一 你要求知 你非來這個節目不可 而且講到都是真話 對那時候 他沒有任何商業氣息 這是我們節目的特點 所以我想問你 今天有沒有哪一件寶物 是你自己覺得最期待的 或是又怕受傷害的 還是最看好的 有沒有哪一件 應該是 如果要我挑的話 我會挑第一件這個 第一件 那咱們就來 第一件 來 怎麼來呢 這個東西呢就是 因為我到處拍戲 拍完戲之後 我就在當地想說 買一個Bling Bling的東西 這個是製政幫媽媽挑的 對 他挑的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媽媽的原因 這其實內心裡面呢 是製政她自己 渴望愛情 真的假的 你說挑這個顏色是不是 還是說挑這個款式 粉金本身呢就是 就是幹什麼用的 你知道嗎 招桃花 真的 可以這樣喔 你放在家裡面的話 有的人為什麼 那個水晶球 我們在佛堂 佛堂上面的話 可能都是透明 完全透明的水晶球 對... 但是在供桌的下面 你一定會放 黑色的水晶球 招什麼 黑色的水晶球 它是護法 因為我們一般 像我們密宗的話 馬哈嘎拉 是最大的護法 它就是在密室裡面 所以粉色的水晶呢 它是招桃花的 你內心裡面 渴望那個桃花 還是說我想要 讓我媽媽有二春 所以我... 媽媽原來是這樣 那也合理啊 也合理 有針對嗎 有針對嗎 慢慢... 誰戴了誰種桃花 先戴了再說 要常戴好不好 因為這看起來 真的很... 尺寸不小 這個很多人 都把這個珠寶 跟這個所謂的靈氣 結合在一起 有時候買這個珠寶 有什麼靈氣 買那個珠寶 有什麼奇異現象 有什麼磁場 我個人是不大相信的 比如說 你這個買了也很久了 滿久的 那你桃花很多嗎 我是沒有缺過 好老實喔 你有看過這麼老實 偶像派啊 不是 你桃花多的原因 是因為你長得帥 氣質又很 對不對 只要是女生的話 大家看到你就是 沒辦法 這個詩經理裡面講嘛 說苗條淑女 君子好求 對不對 那男生也是一樣啊 那個偏偏君子 當然淑女也好求嘛 所以跟你買什麼珠寶 大概沒啥關係 對 搶了我都不好意思 你整集都會接受這種風景 珠寶會讓人家著迷 最重要他不是有魔力 而是他有什麼 他有引力 也就是說 因為你戴這個珠寶 讓你的這個氣質外散 讓你覺得更亮麗 有道理 像說到水晶 水晶在這個地球上 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水晶 它就是細嘛 二氧化細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是很多的 可是要把它找到好的 漂亮的 晶瑩剔透的 甚至裡面有含有一些 這個很神秘的那種紋路的 這就比較少 比如說像粉晶 粉晶它是粉紅色的 一般我們看到水晶 不是透明的啦 不然就是紫色的啦 對 那粉晶就比較難得 比較難得 所以粉晶的東西 一陣子滿 滿這個 受歡迎的 所以你買這個送給媽媽 我覺得 除了這個孝心以外 送的還滿應該是滿道地 怎麼說呢 好期待喔 天啊 這個帶出去 如果說是宴會場合 對 或者說你們的這個戲 比如說殺青 請媽媽去 殺青酒 我覺得在這一組 就買雍龍華 而且他買的價格還不錯 對 對不對 對 當時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大概也是一兩萬塊台幣 一兩萬塊台幣 你看這價值看起來又不值 因為水晶嘛 他不可能太貴 是 因為水晶在地球上的含量很高 所以他價錢不會 但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一種精神意義 對 我的心意 笑心 對不對 因為當時也滿年輕的 沒有賺那麼多 但是在能力所及 買了一個很適合送給媽媽 媽媽喜歡的顏色 對 今天是他最想要知道 價格的寶物 我們賤價好不好 來 請 請賤價 兩萬元 你看看 差不多差不多 跟入主價差不多 這麼久了 它也沒有 對 沒有虧 沒有虧 保養保存的也不錯 它是非常平民的一種寶石 所以水晶的話 因為產量太大了嘛 那你知道 全世界有一顆粉紅色的水晶 誰 金氏世界紀錄喔 在台灣 真的啊 現在在高雄大樹的一個展覽館 那這一顆呢 當初是在莫山比克挖起來 有十八公噸 十八公噸耶 那這個人叫楊金龍 他把它從莫山比克買回來 運回來 光是運費 然後再磨 磨到變成是四千公斤 就四噸 那一顆水晶球有多大呢 全世界有經過認證的這麼大 太誇張了吧 這麼大 他包括運費啦 還去拋模啦 這樣就花掉一億 那也很癡狂耶 他就是展現他自己的財富啊 你看 他還有金氏世界紀錄的認證耶 二零一二年運回來 花了四年去籌備 然後二零一六年就展示出來 這個人很瘋狂 也可以留下來 大家都能看對不對 哇